當我帶領聚會的時候 我是看那些人的反應 我在第一場聚會的時候 我發覺有些人是比較偶鬥 有些人不是太反應 那我說怎樣呢 好像不是很大興趣 然後我就跟他們嘗試過 最初打算是開始說的 但是我就跟他們嘗試過 去拍掌、笑一下 然後那個氣氛改變 後來在按手祈禱經歷失明的時候 是改變的 我們之後每一場聚會都是 我都看那些人的情況 有時候我就會叫Mandy先跟他們聊天 安慰他們先 不是安慰 而是回應他的需要 是他聊天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唱歌 開心 然後說到神怎樣幫助他們 然後為他們祈禱 而在最後 在我們去那個主要的地方 最後一場的時候 全部的人是新人 就是沒有參加聚會 照計應該就是那些反應 是沒有那麼強的 但反而那一班是最好的 那有什麼不同呢 一來到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我們在那裡吃那些 我們一個傳導人 在那裡預備好的點心 在那裡吃很開心 我們又跟他們聊天 很開心 在過程中 那個氣氛是很好 然後我們唱歌的時候 他的氣氛也很好 那整班跟著就很開心 說到關於耶穌的恩典 由祈禱 是他們個個都經歷 那一班人 我看著他們 是由一班沒有參加聚會 變成一班對耶穌很有心的 另外我們也有另一次的探訪 是探訪一個家庭的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也是比較大的 好像是幾歲呢 也不是很大 不知道是二十幾歲 或者三十幾歲 我記得清楚 那他就是有些問題 那有些問題 我們就跟他祈禱 就是跟他聊天 跟他祈禱 其實祈禱是抗拒的 就是不願意說 信耶穌那些不願意 但是跟他講到耶穌可以幫你 更加平安舒服 你的心境裡面的問題 可以得到幫助的 那他是越來越願意 那在祈禱的時候 他又經歷到很欣賞 跟著他是願意接受耶穌 並一回去教會 那媽媽說他 最初內宗會罵媽媽的 但是那個關係就改變了 那他跟著就跟我們一起回去 那我想說 就是第一就是我們的關心 第二就是聖明的工作和信息 就是可以把一班人的氣氛 和那個熟靈氣氛 和整體的氣氛改變的 那這件事 是我時時都在聚會中 留意的那些人 譬如你們 是很投入 因為為什麼呢 你們每個眼睛都看著我 當然 但是我試過在聚會 那些人是在黑眼睡的 那我怎樣換醒他們 然後跟著更新他們 這個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去領聚會的時候 就要留意這件事 那在這個過程 我這次因為是看到這班人 他們不是很習慣去 很投入 或者看著講完 不是很習慣的 那我就換 就是他 用各種方法 引起他們 讓他們有回應 然後跟著 氣氛改變 也有聖明的工作 去更新他們 希望我們大家都看得到 我們都可以帶著聖明的能力 去祝福別人